在KBS年末的演藝大響上 育兒節目《超人回來了》 放上大部條並寫著 等待著大韓民國的超人們 基隆鎮金酒拉草鎮士高珠 劉賢鎮太陽券芭比燦勝 搞笑CUE了這一兩年 當爸的男星們直接通告敲起來 對變太陽與老婆明孝玲 在結婚三年後 終於在2021年12月 迎來兒子的誕生 粉絲們當然也紛紛獻上祝福 而她的實力愛抗成員芭比 進度直接趕上師兄 在8月時才宣布要結婚不久 就找太陽一部在9月公開 老婆已經生下孩子的消息 但由於愛抗近年 還是以團體活動為主 突如其來的當爸宣言 難免有粉絲不能接受 認為她不顧團體發展 就像Excel的Chen 當年宣布結婚生子的消息時一樣 至今都還是被部分粉絲抵制 批評她拖累Excel全體要她退團 不過Chen倒是沒什麼影響 正在當兵的她在2021年 竟然還傳出了二胎的喜訊 雖然家庭幸福美滿 然而粉絲反應兩樣情 雖說也有祝福 但批評她的人還是非常多 而2PM的芒內燦盛 也在12月向粉絲宣布即將結婚 並且妻子已經懷有身孕 退伍後兩人便計劃要結婚 沒想到新生命的來臨 比喻期來得早 粉絲們一邊感慨 芒內真的長大了 一邊祝福偶像要幸福 雖然幾位的當爸消息 粉絲反應大不同 但還是忍不住期待一下 希望真的能看到他們上月兒節目啊 拜託